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马上来看今天的产业动态 全球新科技需求翻倍 基地台核心网络直接受惠 回位十个月 一月份制造业转亮绿灯 航空公司新设立的规定公告 新于下周送件申请 电视品牌商减少采购 三月份电视面板预估续跌 我们来关心台股的走势 美股从市场担忧贸易战的阴霾中走出 科技股表现尤其强势 台积电鸿海今天连昧走扬 带动台股盘中一度大涨百点 而贵买指数更强 涨幅超过了1% 分析表示台股开高走高 重回所有均线之上 短线除非国际股市大跌 否则10700点之上的均线纠结处 支撑力道不弱 再加上美国科技股表现较强 台股资金聚焦仍以科技股为主 尤其是具有题材和利基的中小型股 空间较大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白宫暗示 美国总统川普会豁免加拿大墨西哥关税 7号美国股市跌幅收敛 标准普尔500指数小跌0.05% 全球电商巨拨亚马逊 2017年跨足美国食品界后 近日又宣布 亚马逊将进军法国的食品零售市场 并强调将为法国创造2000个工作机会 光电协金会统计 2017年12月 台湾四大面板厂 全年营收总额比去年度增长7% 达7287亿元 脱离自2011年以来连续6年衰退 是2017年首见成长 美国软性饮料业巨拨 可口可乐公司 正计划打破自身125年的历史 准备首度推出含酒精的饮料产品 他们想搭上在日本建设欢迎的气泡酒热潮 经常也在电视这里报道 好 接着我们看到工业电脑厂商 延华公布了一二月份的财务情况 而在北美欧洲地区都显著成长 而此外针对中国昆山扩大了现物力 延华表示已经投资5亿元重建厂房 来解决环保问题 台湾工业电脑智能系统大厂延华 今天举行法说会 延华2018前两月合并营收69.65亿元 较去年同期成长16.24% 董事长刘克正对产业看法乐观 我们今年的展望 我可以说是会是稳健成长 因为物联网工业4.0正在起飞 就是我们目标就是能够双位数成长 延华去年营收来源32%来自大中华地区 美国28% 欧洲占比17% 今年启动全球布局 以在地经营共创模式 迈向物联网布局下一阶段 因应美国制造一带一路 工业4.0趋势 持续强化品牌生根 不过近期中国市场 昆山实施大规模现物令 也影响延华营运 前面制造规定了 但是后来规定变延 那我们现在又盖一个新厂 这个是有更高的更高的等级 应该连建筑各方面 大概5亿台币这样子 我们是预期就是把环保问题彻底解决 刘克正透露 昆山市人口密集区 将在该地投资5亿元 重新建设厂房 尽管影响并不小 不过由于物联网与在地市场衔接 加上大中华区成长强劲 仍将持续投资 大陆不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的地方 已经慢慢的就是有些要求 那也不是在超低成本的 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就是大陆不再是超低成本地区 刘克正先前看好2018将是工业物联网起报年 对延华今年营运成长乐观看待 法人也预估手机营收成长都能可期 渴望维持双位数年成长 新产电视胡宗翰沈卫童 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消息 彭博社 能源内容投在石油年会声明 石油的需求仍然持续成长 不受电动车的影响 金融时报 G20金融稳定委员会估计 全球影子银行的金流已达45兆每年 华尔街日报OECD表示 能源价格下跌造成通膨降温 会员国通膨日一月份出现停滞 日本经济新闻 2040年交通主角是自动驾驶车 AI系统同时看顾车内外的安全 毫不来关心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追求无毒有机的饮食 而这也使得不少业者寻求相关的农作物 和小农合作 南投一家业者以无农药残留作为创业理念 主打网络购物 也在南投草屯成立了假日市集 以虚实整合通路 推广无毒有机的农产品 而业者也特别前进了南横的高山 挖掘台湾罕见的野生绿浆黄 开发出目前全台湾仅有的绿浆黄粉 为满一年它才会呈现这个颜色 那它只要满一年以上 它就是会这个切出的话 它的端面就是这样子 拿着台湾罕见的绿浆黄 却是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吴敏珍 提倡无农药残留的最大宝藏 吴敏珍前进南横高山 找到野生的绿浆黄 生长超过一年的绿浆黄 断面涌如蓝眼泪的色泽 散发快目香气 浆黄素也比一般浆黄高出二三十倍 吴敏珍还开发出目前全台仅有的绿浆黄粉 绿浆黄的部分我取它中间这块 最原始出长的 那其他的部分就像这样 我拔下来这些 我就是再丢回山区 让它用大自然继续再成长 回归大自然 不要把大自然的生物全部取进了 以无农药残留为创业理念 吴敏珍从大自然寻找最天然的农作物 像是高雄纳玛夏的栗子南瓜 开中心设的百香果 雾峰芋头等等 与小农合作超过二十种品项 生产履历层层把关 并研发自由品牌在网路贩售 为推广无农药残留的认知与美好 吴敏珍更在南投创办假日市集 提供休闲放松的空间 藤村的洋葱加上绞肉 还有我们产在护峰跟护色的续里番茄下去熬制的 这个是我自己种的木瓜 吴敏珍亲自示范 借由食材特性做出原汁原味料理 十多道菜色 采取吃到饱 自去年九月成立来 已有不少中食客户 二十多岁哦 感觉很舒服啦 没有什么压力啦 空气很好 菜都没有荣耀的话 我来吃好像很甜那样 口感很好这样 养生而且又是有机的 所以吃了很放心 一看就知道 这个老板很有心啦 而且要把它耕耘起来啦 那推广出去 让大家更普遍能够接受 而认识 吃饱喝足 逛逛市集 还有萨克斯风的悠扬乐身相伴 体验慢活 他是强调一个无荣耀 让我们吃得安心 又提倡一个休闲娱乐 那我都一直号召朋友过来这边 那也获得很多朋友的享用跟支持 希望以轻松方式 来帮助这些小农 他们有一个销售的平台 那萨克斯风 旗号音乐的话是好事啊 那我当然就是乐意提供一处场所 让他们尽情的去挥杀 想求品味 或许跟吴敏珍的经历有关 曾接触过餐饮 钻痛连锁 室内装潢设计等行业 都做得有声有色 现在吴敏珍全心全意投入 无农药残留领域 提供平台 带领人们回到小时候 无农药的饮食生活 提倡让大家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无农药的世界 无农药的蔬果 它的优质在哪里 那回归到我们原始 最早期年轻的时候 小时候的 所吃的蔬果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农药存在点 我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 有机无毒的农特产品法 一样一样找出来 我敏珍也不忘做工历 将所得一半 以捐赠物资的方式 帮助弱势团体 预计用五年推广 假日市集 打响品牌 回归自然 从草屯出发 但你看到明天 3月9号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张东旭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